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中華 我身處台北地下界 身後這間是世界刀療協會 加世界液經協會 話說我昨天經過就看到 有人在製造這個刀療 我覺得好像蠻有趣的 我還未了解 它是用刀幫你按摩 像牛肉一樣 各方面還有算命 按摩加算命兩樣東西加起來 非常有趣 所以今天我想來體驗一下 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什麼環境 試一下刀療 好啊 刀療很舒服 很舒服啊 可以深層放鬆 改善睡眠體質 這個刀是有開封的嗎 這個 武功再高也怕菜刀 噌刀 噌刀來的 噌刀 安全的 安全的 這些刀 可以它沒有開封面 噌噌刀 噌刀 噌刀 可以加前彎真刀 噌噌刀 噌刀 噌刀 不好意思 要大家失望 刀療用的刀 是沒有開封面 是一把噌刀來的 大家看不到你想要看的東西 但到底有什麼用呢 我都問了師傅 我們聽聽師傅怎麼說 如果到前面肠胃的话 可以帮助肠胃的蠕动 然后心肺功能有的人胸很闷 那这边可以把一些不好的能量拿掉 他觉得会比较舒适 那我们就试一下一个小时的好不好 好啊 多少钱一个小时 1200块台币 1200块台币就是300万左右 好可以啊 试试看一个小时的 我们在到了之前先会帮你放松 把肌肉先放松 再刀 好啊 我有很多肌肉 要先放松 好 现在准备开始这个刀练 你开始做手术了 你明白吗 那个感觉 准备他拿了两把刀 火鸡姐 他找了另外一个人帮忙 四手链 对啊 暂时感觉和平时有什么分别 我想说挺舒服的 先说我刀练不知道是怎么样 但他这几天说着放松 但是真的挺舒服的 是有点了度的 就是他暗得对那些位置 现在未出刀我都觉得挺爽的 就是一个真正的刀客就是这样 就是都没开始出刀呢 已经feel到他的神力 分开出刀的时候 我想真的不得了 风云色变应该 期待 我都期待他出刀 我都期待 我出刀了 出手了 老板娘这些 有招式名称的吗 已天前 烏龙站 没有啊 就我们就是从佛到尾 对 这边是要先帮忙开穴 开什么 开穴位 开穴位 哦 现在先开穴 打到我任督耳目 因为人的身体 他有很多出气口 我们要把这些出气口先打开 打开他的血液循环才会比较好 虽然现在就没正式开始刀疗 只是在打开我身体的穴位 让我的气可以通一通 但是我已经感觉到我的身体有点痛 师傅就说 应该由我心肺的穴位塞住了 所以就有痛的情况发生了 做完放松了 现在就正式开始我们的刀疗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每次开始前 师傅都会将两把刀 放在额头那里 然后再开始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问一下师傅 我们是请刀神和我合一 因为我们是靠刀子吃饭 我们必须要对刀有所敬 所以那个是 我们就是一个公寝的形式 就类似敬礼的 对 因为我们要对刀要表示尊敬 原来如此 像通常它这个地方 有点痛 像我们都是说 痛则不通 如果你通的话你就不会通 所以它这边是有一些 气筛的一个做状况 所以平常可能要多做一些 扩胸运动 可能会对它好一些 那你平常你会听音乐吗 听音乐 对啊 会啊 你有听刀狼吗 蛤 你有听刀狼的音乐吗 刀狼啊 对啊 好听啊 对啊 他的歌声好听啊 对 谢谢 对啊 对吧 空虚突然眼睛 在刀聊期间 我有特意和师傅说 我右手手指弓平时都会痛 希望他可以晒我手指弓 师傅听完都很好人 了解了我手指弓的事 接着说不如试着帮我通通他 还保证不会弄痛我 但不是说笑 我开始都有一点害怕 但师傅真是好手势 完全没有弄痛我 结果一问才知道 原来师傅已经有十几年经验 但如果想入行做刀疗师傅 又有什么条件呢? 第一个就是要协助众人的心 要有修行的心 因为我们来这边学刀疗 我们要吃素 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能量场要很干净 才能够给客人一些好的能量 像我们在学刀疗可能是以轻功为主 轻功为主 你刚刚说还要练那个轻功吗? 我们在练啊 我们每天都要练刀 然后我们每天都要静坐 要做功课 我知道大家听到轻功应该跟我们一样都是海客的 我们当时的反应和你差不多 所以说这里的师傅都是吃素 对都是吃素 然后还要鉴定他有没有这个心要做 有些人只是好奇 可是他把这个刀疗 当成真正赚钱的工作 其实这是没有办法赚钱 我们是以帮助大众 然后让客人的身心灵 能够更轻松自在 我们还要做运动 来帮自己把一些不好的能量带掉 我们做的是 就是宇宙乾坤棒的运动 就是把不好的能量拿掉 是类似冥想之类的吗 冥想是 冥想是那个禁禅 我们做宇宙乾坤棒运动是洞禅 那个淑林老师 你可以做一下乾坤棒让他拍吗 我们的乾坤棒就是我们的那个 那个每天的功课 乾坤棒 对 每天的功课是每天都要做的吗 对啊 因为我们帮客人招聊 那要拍身上的一些不好的能量 就用乾坤棒来 来改变 就是让我们身体的能量能够进化 对 他在夜深 没有 我们就是把好的能量 好的能量 带进 不好的能量这样出去 对 他动对刀之前都会有敬礼这样的工作 对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洞禅的功课 洞禅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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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种刀有什么要求还是要有什么特别的吗 你说我们的刀吗 对啊 我们刀是特制的啊 特制的 对特制的它的那个重量依照每个人都不一样 哦 对 就是你们有自己的刀这样子 对对对 哦 我要打头咯 打头吗 对 哦好 打头什么感觉啊 呃 其实都是舒服的啊 不怕硬呢 那么硬的话 呃 还好 它力度控制得很好啊 力度不硬啊 还有可能刀神在保护我呢 通常刀头啊 因为有些人都有脑气 有脑气不通啊 或者是现在因为天气太热 然后很闷 那有的时候气血循环就不够好 然后我们刀头以后 有把一些头的不好的脏气拿掉 所以它等一下刀完刀疗以后 他会觉得他的眼睛非常的明亮 然后脑袋也比较轻松 你平常吃东西会不会吃得很快啊 胃啊 因为这边是你的胃精 胃精在这边 对胃精在前面 哦 我的胃肝 还在脚肪 对 可能很胃肝 哦 哦 胃是吃东西那个胃啊 对 我以为是自胃的胃 我想说原来胃精 就在脚里面 你懂 是胃精 原来我也有胃精 胃跟胃 胃 胃 对啊 OK 吃东西要吃慢一点 胃根了 你怎么感觉到我吃东西很快 因为这个地方气比较不通 哦 对 那胃有什么影响呢 你如果吃饭吃太快就容易消化不良啊 就很容易胃脏气啊 哦 对啊 胃根是胃根啊 胃 我以为 不是他刚刚以为你说胃根 我以为说我有胃精啊 哈哈哈 然后他说胃根怎么会在那里面 他就想说 不是在头吗 对啊 我想说我的胃根都跑到脚上面 那胃不怕痛吗 我怎么看我的眼睛 因为我刚刚是起头功的 哦 哦 所以OK 哇 这么多台北地下街 身重五百多 如果不盖着那个壁 一直看着你 你会尴尬吗 会啊 哇 真的 有点害怕的 其实这样子 对啊 其实真的会有点害怕 因为这边不是有那个什么法律纹吗 对啊 就帮它促进一下血液循环 它可能就会好一点 但是那个感觉也很奇怪 就是你看着胃都很便宜 但是你又没事 很舒服 对啊 但是有点压力感 好 谢谢 刀了是一定要 躺着的吗 躺着趴着 坐着也可以啊 站着可以吗 站着也可以啊 只要刀得到 像你个子这么高我刀不到 你就必须要坐 你要坐着啊 我们晚一点 坐完可以示范一下站着的感觉吗 就是可能我就 腰那些地方 试试看咯 试试看咯 对啊 效果不好 可是我一边走了一边 不习惯了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你没有人啊 只能当作放那种效果 哦对对对 没有有一个 我走多了 我不建议啊 因为会误导 哦好 会误导客人 加一个多人之外 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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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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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拿着刀子最傻了 对对对 这样会误导客人 其实应该是说 你要多加强一些 扩胸运动 扩胸 就像刚刚那个 刀了那个 做的那个 前婚棒 对 他就是在 帮我们做扩胸的动作 哦 他做我就可以有效果吧 当然是你要自己做啊 他做他有效啊 哦 刚那个他是做给自己的 对 我以为 是秀给你看 我们在做 我们在做 对 哦难怪 难怪我都没有感觉 我以为他做完我 他是做给自己的 又不是生痛 我以为有 我可以请他每天做给我 每天他在我身边 但是我一定要拿着那个 棍吗 还是 其实前婚棒他有开过光了 所以他做的效果会好 那你自己在家的话 你就自己做扩胸运动啊 哎 不用了 没有那个棍也可以的 对啊 我平时开着柜的差不多 对 对 乙桃 你开着柜会吃完 哈哈哈哈哈哈 他没有说不会吃的 哎 这个会瘦吗 会 因为把一些不好的脏器拿掉 有些人他 我刀的时候他会 放屁 或者是打嗝 都有可能 老实说 刚才他砍了一下 我真的有点烦出来 OK 那我们试完整个刀了 是舒服的 是正的 那我们试一试一个坐在这里 开灶而已 就是你可以坐在这里 OK 这个就是坐着的 坐着10分钟体验 OK 他这个就是220元 那就给你体验10分钟坐在这里 那就看着一条街 有点像古代那些五门斩首的 我推出去斩首 对 坐在这里就试了 那站在这里又行不行呢 其实站着是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不太好 对因为 就是说我们在招来客人的时候 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讲说 来试试看 譬如说我这边的刀 譬如说 这边按得比较紧 给我2分钟 然后我帮你这边通一通 这边就轻松 其实站的是OK 可是他只能够 做一点点的体验 体验一下的感觉 对 并不是说不行 就是你会 跑过去之后 你帮你充一下这样子 譬如说我们可以 你看 来 你看 这个地方比较紧 比较紧 给我2分钟 来 他就会这样子 对我这样子 一般都按不到膏肓 可是我们刀只是点线面 所以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到的 有没有比较舒服 也会这样去 打到膏肓 有没有 这样也会这样去交览客人 对客人都过来 我让他适当 你是这样吗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刀疗 我帮你钓你两下 但一般都会答应 应该 一般人说要不要体验一下刀疗 刀疗很舒服 身层按摩身层放松 很舒服 正常 因为他都拿着刀 客人都不敢说不要 我可能要这样子 可以体验一下刀疗 好啊 我来个试试看 OK 那做完这个刀疗了 整体真的很舒服 不是说笑 他比一般按摩舒服很多 大家有兴趣 我来这里写一试 台北的地下街 应该走一下就会见到 OK 其实他还有一些 易经算命那些 但今天我就不算这些东西了 只是做一个刀疗的体验 好吗 今集就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再见 拜拜 那有没有用一些比较大的刀 关刀可以吗 那你要看这个轻重的力道 关刀就可能力道比较难控制 是这样的 你想吗 哈哈哈 关刀就更快一点 那可能一刀扎下去 人就没有了 人就没有了 还有补充回 最后我们都问了师傅 他刚刚所说的轻弓 就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轻弓 它其实是一种叫轻弓的东西 有什么用呢 就是说可以令刀变得比较轻一点 那可能做刀疗的时候 就会比较得心认手了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师傅是不会在刀疗的过程里 突然间飞起凌空 拼下来 就没这些事的 所以不用怕 放心